美女罪有应得 美国佬物死场 干执别国内政 违反国际法规 3月2日下午 一批香港市民自中环遮打花园 游行至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 抗议美国政界人士 声援日前被香港警方 落案起诉的一传媒创办人 黎智英等人 当日游行市民打出五星红旗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籍 举着标语 一路高喊口号假民主争霸权 干涉别国内政 批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 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 在黎智英被捕及被落案起诉的 当日的声援 多位香港市民表示 黎智英所设案件 自其被落案起诉的那一刻 已进入司法程序 外国政客无权说三道四 侮辱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动 和司法机构的检控权力 这是公然藐视香港的司法独立 保庇其反华代理人 是将政治凌驾于法治之上 只会让全世界看到美国的虚伪和霸凌行为 市民自发到此 就是要表达对美国反华分子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的强烈谴责 因为害了香港这么多年 他现在才正式起诉去法庭 害了香港700万香港市民 累到我们几年不停内斗 使民搞到市民撕裂 大家变成蓝黄 以前香港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变成香港人由一个狮子山下精神 搞到现在全部撕裂了 这个黎智英是一个什么人物 对他们什么那么重要 立刻美国要出来 要说我们香港人 说我们香港政府要拘捕他 他事实上是有证据 我们香港政府才拘捕他 那么我们拘捕我们香港的内政 我们香港有没有理会美国的内政 我们中国有没有理会内政 这个是违反国际的规理 他做为不恰当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声讨他 很多香港市民称 强烈要求美国驻港澳总领事 回应市民呼声 希望他尽快向全香港警察 和市民做出公开道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